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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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曾双黄山海 曾终一面海 问君可知 生在心承载 今流奈何风 沧海何难尘埃 任天长地住 只等到苍白 情要敬叹无限 恨善断有谁人听 红颜奈何自爱 红月三千寒 泪不舍离开 时间慌强走断 朱青里我不在 天群深恋让我隐碍存在 为你的爱 几辈子都只想和你有关 哪怕是梦醒甘愿不信赖 为你的爱 我的爱 是最轻柔的对白 人间匆匆永远爱你 如回本本 你为什么还不去死啊 你为什么还不去死啊 就你这样还想当设计师 竟然想当设计师 你当什么设计师啊 你看看这都是什么 你看看你写的都是什么 你看看你写的 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你当设计不设计师啊 你回家吧行吗 回家吧 回家吧行吗 你当什么设计师啊 怎么了 做噩梦了 还是身体不舒服啊 没事 我就做了个梦 我去帮你倒点水啊 你别去 你就留在这儿 怎么了 我梦见明慧了 明慧说她要杀我 日有所思 也有所谋 如今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明慧也恶有恶报 你干吗还那么心神不宁啊 是 四哥登记没多久 朝堂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我最近事情太多 让你一个人胡思乱想了 我没有要怪你 正事要紧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不需要人呗 我是小孩子 我需要你陪人 好吧 那我就秒为其难一下吧 我知道 让你勉为其难的是 宫中纷纷扰扰的生活 等我忙完这一阵 朝局稳定了 就跟四哥请旨 带你离开京城 去过逍遥自在的生活 好吗 可我还是很奇怪 我总觉得 我和明慧之间的恩怨 好像还没有结束 不想了 是 十三福尽终于来了 让我好等 我有一些不得不问的问题要问你 该审的都审了 该不该定的罪都定了 我跟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让我与你有这样的深仇大恨 原来是来跟我回忆姐妹情深的 那好啊 你想从哪儿说起 不如就从你那该死的出生说起吧 好啊 虽然我是长女 但到底嫡数有别 我怎么能和府里唯一的嫡女相提辩论呢 你从小就急往前宠爱于一身 不论是什么样的佳节宴会 阿玛和你额娘都会把你带在身边 疯人就会说是千金爱你 那我呢 我算什么 只要有你名位在一天 我就什么都不是 但那些因你无辜受伤 枉死的人又有什么过错 你是在说你的原亲表哥吗 妹妹 我杀了他可是在帮你啊 你们不是两情相悦吗 那他就应该带着你远走高飞啊 谁知他世道临头起了悔意 这样薄行寡义之人就该死 还有你额娘 他就是个宝 你在他眼里就是个宝 我呢 我就是个连草都不如的贱婢 他有多爱你我就有多恨他 那你为什么要伤害我身边的人 我伤害你身边的人 真是太可笑了 他 他们这些人所遭受的一切 还不都是因为你 他们要不是为了帮你 我管他们是死是活呢 他们所遭受的一切全都是因为你 是三爷 赵凤初 还有你那个丫鬟七香 甚至四福尽 所有帮你的人都该死 所以你才是罪鬼祸首 杀我 杀了我 你怕了 不敢啊 你杀了我 杀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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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动手啊 动手啊 你这是无药可救的 动手啊 你这是无药可救的 有神愿了 我妹妹已经都杀了你一次了 你为何还能活着回来 你为什么非要爱我的眼 来夺走一切我在乎的 你现在杀了我跟他 你手上就和我一样沾着无辜人的血了 十四知道吗 十四知道肯定不会 他早就对我心灰意冷了 从他背叛我的那一刻起 我们就毫无瓜葛了 我不会要这个孩子 他只会和我一样 从生下来就是个悲剧 现在好了 你杀了我跟他 你杀了我跟他 就一了百了了 明威 你杀了我跟他 杀了我 你疯了 你真是疯了 都是你的所作所为 亲手葬送了你的幸福 现在居然还要让你的亲手 骨肉来给你陪葬 我不需要你来可怜我 你以为我真的输了吗 太可笑了 想知你与死地的人大有人在 就算我死了 你也不得好活 十三附近 你最近怎么样 先帝爷一去 我们这些后宫没有子嗣的 本来是要离宫去安理修行的 但是太后特许 我跟姑母留了下来 那就好 以前我那么对你 你竟不能我 你也救过我 对我也不差 经常想些别人的好 自己过得也开心 真想不到有一天 我们也能坐在一起喝茶 想想入宫选秀 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可明明 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我刚才看你有些恍惚啊 出了什么事情吗 我去见了明慧 为什么你还要去见她 她把前朝后宫脚的天翻地覆 最无可赦 此不足惜 明慧固然可恨 但更加可怜 她眼前只看得到仇恨 对身边的感情视而不见 一切都是坐锦自负 那也是她自作孽 小薇 你不要太过烂好心了 这样只会害了你自己 我只是感慨 她一直都是被仇恨推着走 从来没有做过自己的主 就和这后宫里的很多人一样 这后宫里的人 都是身不由己 有时明知是错的 但还是要去做 像明慧那样的人 不值得你为她伤身 这是我姑母做的安神茶 很有效果 你尝一尝 多喝些 你尝一尝 带我谢过太妃娘娘 儿媳给太后请安 太后吉祥 不必多礼 起来吧 你去看过明慧了 是 之前的一切都是明慧在从中作梗 可是我却将一切过错都归结于你 你心里是不是在怪哀家呀 太后所为乃人之常情 先帝驾崩之前曾召于宁入宫 探问对印祥和皇上之间的用情 太后所为也是一样 有心皇上登基之后 因我而令其兄弟反目 危及大清江山 当年 是哀家将你指给十三爷 之后 先帝又为你改名换姓 再次赐给十三做福尽 最后 却要你二人分开 太后与先帝成全云宁和印祥 此乃为人父母之情 但同时又为一国之君 一国之母 所以面对江山社稷 天下百姓之时 必先为君 后为人父母 是啊 此乃人之常情 你想得倒是通透 这样也好 是谁 谈香 皇帝不喜欢闻 哀家已经很久没用了 还记得皇上以前闻了都会咳嗽 不 你竟然还记得 真是有心啊 云宁 莫要怪哀家 太后今天这是怎么了 怎么一直提及此话 没事 我一直以为自己喜欢紫禁城 是被这里的雄伟建筑所吸引 现在才知道 更吸引我的 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 四哥心里只有天下和十三 他为了天下 对我动过杀戒 为了十三 对我发乎情 只乎礼 一个为天下 为兄弟 看似无情 却又用情至深的帝王 印祥因为一个承诺 即便更有帝王之才 更具王者之风 却甘愿居于人后 跟随在四哥身边 我的字意潇洒 痴心不二 十四最为桀骜不逊 也是最有实力于四哥 印祥一争长短之人 可当帝王之位放在眼前 唾手可得之时 他放弃了 因为不是他的 他不信 他们都各具风姿 活得精彩 他们才是紫禁城的传奇心 紫禁城的灵魂 数百年来 一直被人津津乐道 我来到这里 卷入其中 不是来改变什么 我只是个观众 看客 是来感受他们活出各自的风采 活出历史的芬芳 其中有生 有死 有哭 有笑 有伤 有梦 这些无关朝代与变革 隐藏其中的 是人之常情 是人之宜 有的 有的 爷 你怎么会来 皇上呢 皇上让我来 替他奸斩 皇上让你亲手杀我 你将唾手可得的皇位拱手相让 皇上 我来得竟是背上杀妻的恶名 你如果真是背负了这恶名 那日后还怎么面对朝中重臣啊 他这是要毁了你啊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皇上这次的用意 我还真是不知道 知道朕为什么将此事 早有你代为之行吗 恕臣弟愚昧 若朕见着 他必死无疑 皇兄的意思是 放他一条生路吗 朕素来 不是什么心慈手软之人 说到底不管他是否谋害先帝 他都罪无可舍 那是为啥 为了你 你与朕一母同胞 却素来不和 虽说皇阿玛将皇位传于我 可若你执意要争 如今坐在这皇位上的 极有可能会是你 而非朕 皇兄 你应该知道 不是我的 我从来都不信 即便这皇位 亦是如此 你错估了皇上的用意 我知道了 他是想让你心甘情愿地背上杀妻的骂名 还给自己讨得了仁义之名 果然啊 好君王 好算计 你为什么到现在 心中还是充满了仇恨和算计 你就没有感受到一丝的真诚吗 我感受过了 我每一天都在感受 感受我自己曾经是怎么被虐的 是怎么生不如死的 看她的真诚 看看我 你什么事 不要 那个 我们那已那快年 你也被俄不成了仇恨 还不成了仇恨 他一直为你谋划 用情至深 虽说其罪当诸 但也齐情可敏 十四弟 所以他要不要杀 该不该死 朕 都交由你决定 朕 朕 朕 杀 杀 杀 皇上驾到 我叫 杀 平身 皇上 你不能杀明慧 我相信明慧没有谋害先帝 而且 他已怀有了十四爷的子嗣 你们不要听他的 他在骗你们呢 贤弟 贤弟就是我杀的 是我杀的 我不需要你假仁假义的同情心 你死有余辜 但是不该让腹中的孩子给你陪葬 你为了十四机关算尽 最后却害他成为杀妻灭子的凶手 他 他们说的 都是真的吗 那是真的吗 你也不信心 你也不信心 你陪你 没有 因为你 rala 你不信心 没有 没有 还有 陈子 我有 你连仙弟不是我杀的都不相信 你还会想要我怀的孩子吗 你没有问我 又怎么知道我不想要 朕真的不明白 你们明明被这个女人伤害最深 却都要为这个始作俑者求情 若要论仇恨 小微应该是最恨明慧的人 明慧三番五次 设计陷害小微和她身边的人 可小微最后还是选择原谅她 人一旦被仇恨侵蚀 就会蒙蔽双眼 落入痛苦和嗔恨中 无法解脱 所以放过明慧 也是放过我们自己 十四弟对明慧的用情 连朕都看得出来 可是她却偏偏视而不见 差点害得十四弟 也万劫不复 十四弟 不认真还是那句话 她是死是生 全都由你决定 明慧 为了腹中的孩子 放下过去 好好活着 你来做什么 你做这些就是为了让我难堪吗 明慧 明慧 都是因为你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你 你让我觉得 我这一辈子都是个笑话 大哥 滴渭 小魏 小魏 你怎么了 小魏 快宣太医 来人 小魏 小魏 姐姐 别来无恙啊 应该是臣妾 给太后娘娘行礼问安 这些年 姐姐在宫中养尊处优 想必是 过不惯复安的生活 姐姐可要多保重啊 臣妾想请求太后娘娘 放过臣妾和荣岳吧 妇安生活坚信 臣妾年岁已大 实在是承受不住 荣岳尚且青春年华 若这一去 她这一生就完了 若是臣妾之前 做过什么对不住 太后娘娘的事 还请太后娘娘受罪 姐姐言重了 不想去佛安 不去便是 但是 姐姐要帮哀家 做件事迹 我刚刚收拾行装时 找出一包安神茶 这茶很有效果 本宫听说 最近十三福尽 有点心神不宁 你最近与她走得近 有空泡血给她喝 就算是一点心意吧 这是我姑母做的安神茶 很有效果 你尝一尝 多喝些 待我谢过太妃娘娘 这是 檀香 皇帝不喜欢闻 哀家已经很久没用了 小薇 你不会有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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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薇 你不会有事 怎么样 她到底怎么了 回皇上 十三福尽 身中两种毒 这两种毒 若是之中了 有其中一种 对身体倒也无碍 可两种结合 则神仙难救啊 你说什么 求皇上数卑职无能 十三福尽 已经无药可救 无力回天了 滚 是明晓 是明慧 朕要杀了他 去 皇上 皇上 小薇 小薇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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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你不要杀了明慧 不要再种下恶业了 只有放了明慧 才能让恩怨了结 这才是最正确的决定 皇上 朕答应你 快有点累了 我想睡觉 小薇 你太累了 你快睡吧 别说话了 小薇 一笑 就是这棵杏树 让我孤其又其 面对我对你的感情 你要是喜欢 我们来年春天 再满院都种上杏花树 一起去上杏花 好吗 我可能 我可能读不到了 不许乱说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还要一起去过 孝儿自在的日子 要去过孝敬自在的日子 合遮要去天涯埃连 你在我身边的每一天 我都感觉特别快乐 你曾经跟我说 遇见我 是你最大的福气 可我想说 遇见你 已经是命运 给我最大的惊喜了 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不止这辈子 我们要下辈子 下下辈子 永远都在一起 我等你来找我 不要离开我 小薇 不哭 不哭 我不想看到你哭 我最喜欢你 拼命是三郎的样子了 对一切热爱的事情 都充满了感情 你答应我 答应我好好活下去 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 一切的一切 都会如你所愿 这么想就对了 我 我不想看到你哭 你别担心 我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要回家了 不过我 不过我相信 一定会有一条路指引你找到我 我等你 我会一直等你 不会的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小薇 陛下 你为我装的花 好香 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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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守望山海 曾终一念开 小薇 吩军可知 甚采니症猜 轻 el 何奈何逢 沧海何奈 春白 明天长地久 只等到 沧海 尽调轻叹无限 反显断有时人听 红颜何在 风月三千寒 泪不舍离开 世间慌强作伴 秋极里我不在 这是哪里 我强 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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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是梦醒甘愿 又是你而来 又为你而来 我的爱 是在冲马刀呢 人间匆匆永远来也不会分开 我 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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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们度过的日子都是一场梦吗 可是你的样子 你说的话 都那么真实 你让我怎么相信那是一场梦啊 我的爱 我的爱 是最起滴绕的对白 人间藏风永远爱你 都会变变 一切都没有改变 叶翔还是十三皇子 何树一亲王 他的敌附近仍然是赵家时 尚书马尔汉之名 他命运多船 一拨三折的人生 就能坐在这几千字的介绍里 这些冰冷的字告诉世人 他做了什么 却没人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做 而我 就像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一样 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这也许 是最好的结果了 真是最好的 评论 对 不再来 你真是不去风格了 你真是不太干人 我干的 你真是没有人 只能担心 这把冰冷的钱 你真是不去 你真是不去 十三夜可想好了 怎么了 你怕皇上不答应 恕奴才直言 以前先帝还在世的时候 您跟皇上就是他的左膀右臂 如今皇上才刚刚登记 您这一走 不太合适吧 如今这天下太平 皇上有志士之才 识人之明达 我在与不在 又有什么区别呢 可是 你知道的 他还在等我 好了 你跟七湘照顾好自己 爷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来来来 快点啊 大家我这点好行吗 来来来 一湘 你在那边过得好吗 再来一遍 好 这 这 这边好吃 很难受 演唱 演唱 或者 也有事 好 还没 有事 到 作曲 李宗盛 我却很孤寂 你和我是在不同两个空间里 也是在春天 也是微风 也是同样的风景 你的脸里我很近 我可以触摸 你的气息 你的笑容留在蓝天里 寂寞的屋顶 没有你的身影 定格在我脑海里 只是你哭泣的脸 我并不比你坚强 泪往心里淌 但是我想留下脸给你 你的脸里我很近 我可以触摸你的气息 你的笑容留在蓝天里 寂寞的屋顶 没有你的身影 留下蓝天里 留下脸给你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